巴黎奥运即将要登场了 那其中中华队的这个桌球混双项目呢 将由小林同学林云如跟陈思宇来参赛 而在备战期间呢 除了选手的对打练习 我们要独家带你去开箱的是这个秘密武器 这一台MIT的AI桌球机器人 发出来的球堪比真人 甚至还能高度还原对手的招式 急速会拍球影飞舞 速度快到几乎看不见球路 一下快攻一下突击 选手全神灌注 魔鬼教练没在放水 仔细看真面目尽是AI机器人 那最后我来找教练特训特训啦 听说他的球技是奥运等级的 像小林球学的拧球还有旋转球 他都会打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教练你怎么不按牌里出牌啦 每颗球发出来的力道角度球路都不一样 因为跟传统的桌球机 只有单一球路比起来 MIT AI教练能360度出击 拥有无限多个球路还是全球最快 每分钟能发120颗球 球速最快有90公里 这会代表中华队参加巴黎奥运的 林云如跟陈思宇备战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就有一胎 我觉得最大差距在旋转 因为以前的发酵机它的旋转比较机械化 就是它的可调性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它现在这个发酵机它的可调性比较高 所以它打起来比较人性化一点 但要说最狂功能是像这样用APP输入数值 AI教练竟然能帮你接近百分之百 还原对手的经典招式 不只能杀盘推演 还能远端操控 而这整组设备软硬体都是MIT 是由一群爱打桌球的主科工程师研发 当初光是收集数据 就不惜成本找来国手跟教练 打上几万回合 传统发球机它只能以随机的方式 那随便的把球发出来 那没有办法达到说我精确的一个要求 人工智慧演算法可以精确的指定 把这个球发在指定的位置上面 靠着对桌球的热爱和强大的技术背景 研发出全球首创的AI桌球机器人 成功打进国训中心 也成了台湾国手的秘密武器 东森的新闻有陈昌华珍 台湾报导